今天早點時候和大家讀了一篇 就是一個博士不如論文上的謝詞 現在這位博士就是黃國平博士 他現在是騰訊人工智能實驗室高級研究員 他以前寫過有關他自己讀研的心得 在這裏再讀多一點東西給大家看 根據他自己介紹 九年的義務教育階段 自己先後讀過渠江小學大人鎮中學 2004年升入兒龍中學 2007年在錦陽南山中學復讀 2008年進入西南大學 2019年本科畢業之後 進入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 模式辨認國家重點實驗室 研博連讀碩士 研博連讀碩士 導師就是忠誠慶研究員 在2017年7月畢業 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博士 他除了試過服讀之外 其他一路都是似乎一個學霸 澎湃新聞那邊注意到 王國平早年在科學網開設的博客中 曾經讚文 記載有自己本科畢業 攻讀研究生這幾年的經歷和心路歷程 其中一篇發表在2012年10月的 題目就是 我為甚麼會讀研的文章 在他博客中被精選 王國平在這篇文章之中 以一個研究學生的身份回答了 這個在這個時代 讀研究生有甚麼價值這個問題 他回顧的時候就說 我來自農村 而且是一個很偏遠的農村 是諸德總司令的老家 四川省移農園 從初三斷崔並堅持到現在 真是好可惜 初三斷崔 一路走來 可以明顯感覺到 我的腦越走越寬 我的未來一定更好 如果我不繼續上學 會做些甚麼呢 老家的主流當然就是學一門手藝 比如家裝 然後打官賺錢 做房娶老婆 孩子的學習成績很好 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初三成為孤兒是絕學 參照同境遇的童年人 孩子應該會上小學吧 高考的時候就沒有讀到我想讀的大學 在錦陽復讀一年 結果遇上地震 延考 那年延考區的題目 是難度 錄取比例 在網上可以找到公開資料 根據所報的資源 清一色都是計算機 科學和技術 不服從橋劑 最後上了一個本來最後的資源 就是西南大學 大學時候很辛苦 學校給重災區的 免了第一年學費 第二年學費由學院和學院的 梁勝書記代交 這位梁勝書記非常好 在第三第四年 學費由國家債貸款 延期到2017年 就完成了 拿到兩年的國家獎學金 參加了九次數學的建模比賽 大小挑等一系列 連七八糟的比賽 最滿意的結果就是 美國數學建模比賽第一等獎 為的只是想到時候 方便找一個好的工作 當然首選仍然是獨現 我喜歡計算機這個專業 去年就是2011年9月 最喜歡的中科院計算所的龍心組 不要我 最後確定中科院自動化 所模式辨認國家重點實驗室 石博聯讀研究方面很滿意 他繼續說 如果去找一份工作 會有什麼結果呢 最高就是成都一間公司 願意出五千元一個月 起床 杭州大約九千元 誰知道 因為招聘都會打醬油 面試了七場 想著結婚買房小孩 但是我也沒有靠老人家的資格 也沒有靠父母和條件 就他自身的條件來講 這個工資他早就滿意了 而且我相信自己會越來越好 但是實在寫不得 堅持的方向 發文的2月12日 2012年的10月 亦開始中國科學院大學研讀的第一年 黃國平認為 起碼就此黑而言 我上學的投資是值得的 對於從農村出來的孩子而言 再加上孤兒的字眼 我就無怨無悔了 我坦然做了應該做的事 只要自己身上的負擔 更加清楚自己的境遇 那又威什麼會去讀言呢 他是文章給自己一個系列的理由 我希望繼續博一博 看能否堅持我的學術夢 愈我喜歡的方向相伴一生 如果實在不行的話 我相信憑自己身上的能耐 可以有到一份 比當年本科畢業更加好的工作 就算是那一經典 我都滿意的了 到時如果到時能走學術路 哇這個世界就太美好了 雖然工資可能就和本科畢業生去差不多 但是很滿意的機會 我希望會出我自己的精彩 不止停留在家庭方面 我心想是一個小事偶像的人 我很珍惜自己得到的所有機會 我希望我所堅持的路上 有所作為 在這條我當前的情況 已經對獨博這條路 原來是最現實可行的了 我明白錢和幸福是不成比的關係 最搞不到的錢 最賺不到錢可能是做科研 當然了 學霸除外 但對於喜歡這個行業的人來說 可能經常太小了 但是有錢就幸福了嗎? 有錢的家庭更好嗎? 不可能的 身邊太多例子了 不勝媒舉 我覺得最幸福莫過於 做自己一心想做的事 而且這個事還有一些意思 我已經體驗到這種快樂 所以不願意放下來 我希望我成立一個幸福的家 儘管我現在都不知道家是什麼 我希望以後人生 不再單純為錢而拼 還有時間多些陪小孩 多些陪那個他 妹妹看到幸福的一家的時候 我心裡就變得咳嗽 眼裡總是想掉下來 所以我掉而不會犧牲一個家庭的幸福 這個是我的底線 組建一個溫馨學術型的家庭 就是我最想見到的 在晚上一家人 一起讀一些東西 多好啊 這個感受多好啊 多美妙 多享受 我想把這個世界看得更加清楚 看得更加通透 我相信讀研究生階段的訓練 有利於認識這個世界 比如拒絕洗腦 還有依靠提高自身質素 才可以的 我想我自己的品格 品性會變得更好 這個就是王老師 當時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研究員 王德華 那個論文打動了他的地方 以前我脾氣實在是不好的 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現在我慢慢學會了平和、溫和 使得自己更加安靜 我不覺得一個讀了研究的人 就高人一等 也不覺得就此 就比沒有讀研究的人 應該拿更加高的工資 但是讀研 確實是我最喜歡的選擇 這個就是王國平的文章結尾 是這樣寫的 這位王博士的確 我覺得難能可貴 他對於把他自己的人生 可以坦誠地跟大家說 亦都接受人生的苦 好啊 那我相信現在 他已經有一份好工作了 他現在在騰訊的 人工智能實驗室 正在做高級研究員 相信他前途 已經是沒有限量的 以他這樣的人格 這樣的性格 這樣的毅力 相信他組成一個美好家庭 亦都是指日可待 祝他幸福美滿